1948年1月30日 莫罕达斯甘地死于极端教徒枪下 他是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人 印度国民大会当领袖 更被人民尊称为圣雄甘地 揪其一生 今天就从1982年英国拍摄的历史题材影片 甘地传 来了解甘地的传奇人生 这部电影全片长达191分钟 光是群演 就多达30万名 超越战争与和平 称为影史之罪 大约有20万人是无偿演出 只有9万多人 按照合同收取了小额报酬 甘地传上映后 一举获得了奥斯卡八项主要大奖 电影从24岁的甘地说起 这一年 他刚刚从伦敦留学完 并且还拿到了律师证 以自己的身份 买个头等舱的火车票不在话下 结果却被告知 有色人种 只配坐三等车厢 心高气傲的甘地 拒绝列车员换票的要求 结果被赶下了火车 甘地是第一次遭到歧视 从这一刻起 他便走上了抗争英国殖民的道路 一定为印度人民 争取到应有的平等尊重 他首先给报社发稿 从而吸引更多的印度商人 结果在他演说的广场上 只有极少人到来 就在有些人要走的时候 他开始了他的演说 通行证是他们地位区别的象征 他们必须随时待在身上 而甘地的第一步 就是烧毁这种受歧视的通行证 结果却遭到了英国警察的棍棒伺候 但甘地并没有放弃 仍然烧了那些通行证 按照英国的法律 只要不还手 警察就是全责 他请来的一个记者 全部记录了下来 并且还在报纸上登上了头版 这次甘地利用舆论取得了胜利 在南非这个地方 印度人是不能走人行道的 大街上三个英国人拦住他们去路 并嘲笑甘地是有色人种 不能走人行道 甘地并没有胆怯 而是静止走了过去 南非的黑人比印度人更为低下 甘地时常让马夫同自己在一个桌子上吃饭 而他的夫人也要同普通人一样打扫茅房 但作为印度上等人的他 却不愿意干这种夏季建民才干的活 要想取得英国人的尊重 就必须从自身做起 在他的劝说下 甘地的妻子愿意打扫茅房 甘地在以后的演说中 他知道如何把控人们的思想 更知道如何煽动他们对英国人的反抗情绪 虽然取消了通行证 但英国政府又要出台新的法律规定 所有的印度人都必须留下指纹 不论男女 婚姻如果没举行基督教仪式 就实为无效 英国人可以自由出入印度人住的场所 而他们却不行 甘地第一步的演讲 就激起了民众的愤怒 他们誓死也不能让英国警察进入家门 否则一定宰了他 甘地知道他们的实力 完全不能用暴力解决 不论他们怎么对待我们 我们绝不还击和杀人 即使他们杀了我 他们所得到的只是一具尸体 而不是我的屈服 相反 绝不会向英国出台的不合理法规低头 这就是甘地第一次的非暴力思想 在公众面前提出 这也是第一次 依靠思想武器 集结众人游行 更是第一次因追求真理而入狱 他的这次游行给英国政府造成巨大的社会舆论 将军撤销了甘地所反对的新法案 但是以后 印度人的移民会得到限制或者停止 移民并不是甘地的终极目标 只要能得到尊重和平等 他的希望就算达到了 1915年 甘地回到了印度 他在南非的生活也画上了完美句号 甘地因在南非为印度侨民所做的一切 早就传到了印度 他受到了人们的热烈欢迎 甘地脱掉以往穿着的西装 改为印度传统的服饰 之后的印度开国总理尼赫鲁 亲自接见了甘地 印度国大党高层 正要建立自己的国家 正需要甘地这样的人才 回国初年 他坐三等车 游历印度各地 以深入了解他久别的祖国 和低层受苦的人民 之后 他开始发表演讲 宣传自己的主张 从事非暴力斗争 在他不断的调研中 许多农民被英国殖民者压榨 渐渐的连租金也交不起 没吃没喝的农民们 请来了甘地 但他这一次也被抓捕入狱 不抓还好 这一抓 更多的农民起来反抗游行示威 法官宣判他驱逐出境 就这样 他被无罪释放 还把甘地变成了世界文明的英雄 殖民者妥协了甘地的所开出的条件 他成功地为农民降低了租金 准许农民自由栽种作物 还成立了有印度人参加的委员会 他再次受到国大党高层的邀请 甘地号召民众通过罢工 抵制因祸 来达到威胁英国政府的目的 这相比暴力反抗 更容易获得国际舆论的支持 也更能给英国政府造成影响 罢工之后 英国政府的官员们 也无法与外界取得联系 不得不派军队接管电报局 英国高层只能再一次逮捕甘地 但这次非暴力部合作运动中出现暴力事件 英国平民被杀 而民众也遭到了镇压 甘地只能宣布停止第一次非暴力部合作运动 1919年英国殖民当局 颁布了镇压印度解放运动的罗拉特法令 印度人不得进行任何机会 1919年4月13日 阿姆利则惨案发生了 这天 大约有5万人在扎连瓦拉园举行机会 抗议罗拉特法 戴尔将军命令士兵堵住大门 他们在没有开枪警告的情况下 士兵们开枪射杀无辜民众 他们在枪林弹雨中 跟无头的苍蝇一般四处乱撞 希望能够逃出生天 射击时间长达十多分钟 直到最后一名士兵的最后一颗子弹打完 这场屠杀才宣告结束 这起事件有379人死亡 1200人受伤 甘地认为 不只是让英国修改法案这么简单了 只有真正的独立才能自由 1992年 甘地大力提倡农民开展首访运动 抵制英火 在甘地的带领下 民众纷纷脱下英国纺织的衣服 扔进火堆 运动一度遍及全国 推动了印度民族工业发展 非暴力部合作运动愈演愈烈 他们群情激愤 甚至杀死了警察 甘地为了让民众停止暴力反抗 依然选择通过绝食来反对暴乱 直到他听到民众们开始上街 帮英国警察戴上花环的时候才停止 但接下来 他被冠以煽动暴乱罪逮捕入狱 1930年3月 为了抵制英国政府垄断食言 他发起了一场食言长征 他率领78位志愿队员 徒步几百公里到海边 用海水制言 第二次非暴力部合作运动的序幕 给英国殖民主义者以巨大打击 为了制止印度人私自制言卖言 高层派出警察阻止他们 这一次大约有10万人被逮捕 英国官方的这一行为 并没有起多大作用 他们只能将印度人尊为圣兄的甘地再次逮捕 为了表达什么叫非暴力部合作 甘地的崇拜者来到监狱外 一排一排的向大门口走去 无论警察怎么殴打他们 都没有一个还手的 被打伤的民众立即原地治疗 这场运动一直持续到晚上 他们承受了一切苦难和折磨 既没有屈服 运动进行中 甘地又与总督谈判 并出席圆桌会议 但不久后 他和国大党几位领袖被软禁起来 在此期间 甘地的妻子因病重去世 直到印度独立前夕 甘地才被释放 印度教与伊斯兰教领导人 就针对印度独立后 如何治理印度产生了分歧 战争结束后 处于内外交困的英国政府 设于印度民族解放运动再起的压力 答应印度独立的要求 1947年8月14日 印巴正式分治 印度教和伊斯兰教之间的矛盾 愈演愈烈 印度教徒前往印度 伊斯兰教徒回到巴基斯坦 这两支回谦的队伍 在边境线上发生了冲突 而留在两国之内的教徒 被对方报复屠杀 印度总理尼赫鲁 甚至出动部队制止暴动 积累已久的宗教问题 在民族独立后彻底爆发 当暴力因子在国内蔓延时 甘地为国家与真理 再一次以绝食唤醒印度人民 渐渐的所有民众都在关心甘地的身体 他们之间的相互冲突也慢慢减弱 知道几个印度教徒来忏悔 甘地才放弃绝食 这名男子知道罪孽深重 死后肯定下地狱 甘地劝说 他去领养一个伊斯兰教徒的孩子 一直抚养得长大 这样就不会下地狱 甘地的身体慢慢恢复后 他准备前往巴基斯坦继续奔波 最终影片回到了最初的一幕 1948年1月30日 甘地死于印度极端教徒枪下 而印度的一切却已不复以往 却是见证了甘地的一生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全部结束 我们下期再见